主料,羊肉,240克,大葱160克,主料,油,盐,白砂糖,酱油,小葱,姜,大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备好材料,羊羔肉,大葱,小葱,大蒜和生姜,大葱从中间剖开,然后斜切,小葱,大蒜和生姜切好备用,羊肉切薄片, 加入酱油,盐,糖,淀粉和生姜拌均,锅中油烧热先下小葱和大蒜,紧接着下腌制好的羊肉,助,油要热且要稍微多一点,因此爆炒,羊肉炒断生成处备用,拎起锅,根据情况找少量的油,油热下大葱,葱边和加盐调味,助,因前面炒羊肉油量较大,然后将油炒好的羊肉倒入锅中拌炒均即可, 烹饭技巧,炒羊肉湿油要热且要稍微多一点,动作还要快,因此爆炒,如大蒜用量小,可以肉通通炒,我喜欢多用点蔬菜,就要分开炒,否则炒不开,因设热不均匀,能吃辣椒可以加点,不过这道菜的特点,就是用大蒜香接触羊肉的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